邪恶的中国美国史克朗计划 中国、美国的史克朗计划是预谋多时的,计划摧毁对方经济和政治,但结果上却是将自己国家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摧毁的计划。 其主要过程是要将被摧毁的科学家、工程师置于生命的边缘,然后假装就知。 然后,抛出所有历史上的感恩典故,以让你感恩的方式,让你心甘情愿,死心塌地为他或他服务。 任何一方,中国或美国,将你解救,就是你的恩人,然后,你必须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。 这就是,他们他们将你打入生命的边缘的原因。 比如,将你打入无家可归的境地。 如果你从了原来这帮介绍女人的集团,你也不会被打入无家可归的地步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,当新的集团解救你之后,旧的集团仍旧要介绍同样的女人组成暧昧关系,同时打击旧的集团。 这也就是为什么,新的集团,解救你之后,为什么用同样,甚至更邪恶的方式制裁,和虐待的方式对待你。 而且,你已经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回报了这解救你的集团。 这里,我们不得不提出,在这两者之外的两面派赵高公安母夜叉小人,他们一方面,协助救集团将你打入无家可归,同时,携手新集团借此机会大赚特赚。 而这一切都是,用我名下的钱、名声和关系,之后,还打算用历史上的感恩报国的故事,或,中国古代、近代的叛徒,如,汪精卫、魏严、顾顺章等人来将你等同,以防你寻求法律的帮助。 甚至将你逼入死路。 现在看来,我名下的钱,和几十个项目,是我为我自己准备的情话甲。 既然是这样,我现在,受西方文化和解决方案的启发。 这可能是同我一样,受到使可狼计划困扰的人群,同性恋。 它可能是我能够,将才华反馈给社会的最后忌讳。 其实,我已经老了,是不是能将才华贡献给社会,已经不重要了。 项目怎么,从我脑子产生,就能怎么被遗忘。 可惜那鱼缸里的那么多的鱼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